由台港漁人和英宏映昌超越 也先軍來雍西的兩大漁班 已經是政府臨前的油漬漁山 現在結合加塞第三代到第六代青龍 競修30公斤的油漁漁温 不過這麼有漁漁的漁山 日前吸收到沒有優勝的市場 競技出口為了助求 所以雍西也吃到五百餐廳合作 退出全台灣第一間共演兩大漁班的白餐餐廳 希望開創在地漁山的通路 到處處加漁班 希望除了說班班有石班以外 未來也是處處有石班 然後跟現在排成的業者 一起來合作開發這種龍膽石班材 海陸雙拼這樣一個很有創意的 而且它又做到沒有明火 又可以解除這個公安的餘力 是一個非常有創意創舉 然後也把我們現在已經是養二代 養三代 甚至六代都出來 希望把台灣的在地的產業重新活化 重新再出發 為什麼這麼好的東西 不能讓它在台灣的民生用品當中 很容易的出現 所以我只是很單純的這樣出心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跟我們國姐聯絡 然後她剛好有這樣的 製作後製的完成的東西 我就把它上去 然後至於說商機我沒有想得非常地很商機的事情 就是想要把這好的東西把它呈現 为了这种艰难的商业有出道 以为我们创丽签的媒合 也希望带动在地经济成功的模式 让我们的民众先有靠好 带动整个安南区在地商家经济的发展 其中的媒体为了更正 在地戏业和五百参与人手的成功 在网络各地的波动 也清楚告到整戏白到提供 虽然外出门 赶快能批到一般的香气 为了更多人感受台南有一个遗憾 更多的消费者 能够知道有这个好东西 农丹吃饭 但是政府的补助过去了以后 然后小朋友就知道 农丹吃饭好好吃 就跟爸妈讲 我要去吃农丹吃饭 吃吃农丹吃饭 接下来就会来我们四年度到 来这个牛排 来吃海陆大餐 我们的农丹吃饭加牛排 农丹吃饭加上三人五百海陆大餐 都是典型的食材 我给的九百八十八块 不过现在一家 也只拍出只有六百八十八块的得家 而且四人当行 一人免贵来出销 对今天开始一直到 农丽掌控的玩笑 我们的新闻 顾文吉何求方蔡英文部的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